据朝中社3月14号的报道 朝鲜人民军西南前线炮兵部队近日举行 针对韩国盐平岛和白领岛的炮兵射击训练 朝鲜最高领导人金正恩到现场观看并指导 朝中社报道称 金正恩视察了部署在西南前线最热点地区的常载岛防御部队和武岛英雄防御部队 指导炮兵射击训练 检验部队打击盐平岛和白领岛的实战能力 朝中社和朝鲜中央电视台没有报道金正恩指导射击训练的日期 韩国联合通讯社报道日期可能为13日